大家好,是Ted,加尔大人是WFC的一场比赛 今天的话是来到了韩国UDLucifer 对战中国人组浪漫 其实这两个选手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像Lucifer的话,我跟他是从最早我开始打职业的时候就碰了他 当时他在韩国的UD里面 我一直感觉他的一个UD内战应该是算第一的 因为他的一个风格是非常多变 然后呢,他是非常的稳健的 他不像Full打得那么凶 也不像Swade打得比较防守反击 我就感觉他是进可攻,退可守 非常非常屌的 好像说到浪漫这个选手的话 给我的一个感觉呢,他就是一个小玉米 就他打UD的话,只会用一个MK手吧 而他打UD里很多的一个细节 都是有点偏向玉米的 如果你要说MK的一个风格的话 有00有风格 然后玉米有一个风格 然后浪漫有一个风格 想当年天王的MK 妈呀,那就是个250MK 知道怎么说吗 当年我记得SKY跟我打的时候 他那个MK的首发开局就很奇葩 是一个先兵赢后机坛的那种慢开局 MK出来的时候就有四个步兵 然后拉起民兵就直接去开矿了 然后有段时间是打得我不要不要的 然后当时呢,我就来说嘛 妈呀,这年头人足一个英雄 能玩出不同的一个打法也是够了 好,在比较开之前呢 还是给自己的一个淘宝小店和那个飞熊视频的一个APP 来打一个小广告 现在的话在右下角大家看到有一个二维码 扫这个二维码呢 就直接能关注我的一个视频 我的现在视频的话 在飞熊视频上也是有一个专栏的 同学们可以关注我 然后在视频下方留言就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 抽奖的一个奖品实在是非常的给力的 好,说一下这个飞熊视频是干嘛的 是吧,很多人在问 飞熊视频呢 主要是针对手机用户观看那个视频来推广的 然后呢,有非常多的一个资源和一个多的一个视频 最关是啥 我的视频在那儿呢 同学们可以来多多的支持我 关注我一期 好,这边的话 鲁斯一份是DK首发 然后一来是往人猪这边在跑 其实这个地图呢 是叫BAD BAD的话 它那个翻译过来就说光明与黑曼 但是呢 我记得在我打的时候 特别是打人猪这个图 其实人猪出生在左边的话 是一个非常赖的一个位置 怎么说呢 如果它把这个门打完了以后 然后直接练这个C这个点的话 UD是根本不可能打到这边的一个风况的 因为如果你打这个风况 很容易来一个正面 跟后面包夹的一个情况 然后直接把鱼给打死 最关是啥 这个蜥蜴死了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大蜥蜴 然后呢 可以给人猪用的 说你这一个地图的话 用狗肯定是有点不合适了 看一下鲁瑞芬要怎么去在这种地图上打一个人主 好 那个到现在的话 也是回一下同学们的一个微信嘛 是吧 很多朋友就来说嘛 哎 最近你的一个视频怎么不跟大家互动了呢 其实并不是不跟大家互动 主要是你们这群逗逼 我不知道该回还是不该回 是吧 来自微信同学的叫稳弱的一个同学说 哈喽 太大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跟我老婆说 用一句话来形容特短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核心 然后我是直接给我老婆说 24K纯帝王牛肉粒 我老婆直接说 色情男主播 有点意思 同学我跟你说 你们俩口子 不要在那个茶余方后来调戏我 有的时候真的是 我打实话也好 做视频好 就感觉背后有一股寒气 估计就是你们这讨论我的时候来的 其实有的时候吧 太子也说一点都不建议你们怎么讨论我 反正呢 是吧 像我做视频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的 如果真的要做那种比较专业的视频的话 今年年底 在WC迎串的一个世界总决赛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专业 非常严谨 非常逗逼 而且不能说脏话的一个线下的一个解说 好 那么这里的话是练完两个点以后 是非常的稳 打了一个大雪皮以后 这边可以直接破蒙而入 这个节奏是人组最喜欢的 而UD的话 只能在旁边利用这个蜘蛛跟骷髅 再调戏一下 就是属于兜猫惹狗 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在人家大胳膊在旁边的时候 打下人家 好 现在的话 浪漫是拉起了六个明兵 准备直接过来强行练一下这个疯狂 其实这个疯狂这个点的话 人组一旦把这个蜘蛛练完了 剩下的点都不是个事 好 知识已经摆好 直接一个被动仙人招呼一下 但是呢 可以看到 人组练这个点其实也是蛮伤的 毕竟大蜘蛛它是一个中立怪 看不惯谁围杀它 两个踩地板 直接把上面的一个步兵 产生一个 那个红血了 然后 DK的话在后面收掉了一个黄皮 现在UD来说 就是有什么东西就打什么东西 加上野怪的话 就尽可能的有C的话去抢一下 没C你就杀上农民 就可以撞回来了 好 现在的话 鲁兽威尔斯赶紧跑 对面又是拉拉四个明兵过来 这一波的一个骚扰 其实还算可以了 抢了一个三级怪 杀了两个农民 可以马赞而归了 加上一个情况的话 鲁兽威尔斯直接二奔好力后 第一时间点下一个力气 很多问题可能就会问 为什么UD现在打人猪 要执意的出一个猎息 而不出熊猫 或者娜家 或者其他的一个英雄呢 首先要给大家说一下 打MK的话 其实力气他出来 主要是为了防止对方的一个顶顿夫人们 顶顿夫人们是一个 特别特别恐怖的一个东西的 你们现在打RV2的时候 也是见识过的 顶顿夫人们打UD 如果你在杀本以前的话 他简直就是一个无敌的 但是呢 力气出来 一级升兵甲 你会发现步兵点这个蜘蛛 还是相对于来说会蛮很多的 除非你用狗的情况下 才会去用一个猫哥半命的一个打法的 其实现在的一个人族 细节完善了以后 或者说稳妥了以后 怕怕怕 塔先放好了 你会发现猫哥这个英雄 是一点用都没了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是准备去抓一下对面的一个练习 但是鲁斯贝也是发现了稳 知道对方三级MK在外面 不敢瞎来 只能是练练一个小点 家里一个情况的话 放下BH以后 没有第一时间升一个杀本 所以这一把很容易出现一个二本强推的一个打法的 这里浪漫斯直接过来 准备了一下这一个三级的一个巫师 这个地图的话 三级巫师是要抱一个永久性的一个眼睛 对于状况来说的话 最好的一个打法就是说 把这一个巫师给勾到这个位置 然后你把它给练掉 这样的话 你开的一个视野就会很大很大了 好像鲁斯贝的话 是在旁边擦镜而过 其实这个位置对于人主来说 他的可选择性会更多一些了 这边练完这个点的话 应该是要回去补给一下 如果不补给的话 等会遇到UD 如果有二级的力气 一个诺瓦 步兵死完了 其实顶盾依旧没有什么鸟用 现在的话 鲁斯贝来斯尽可能加级之间练一下级 如果要选择二本强推的一个战术的话 DK一定要到三级 很多朋友就会进入一个误区 就说打人主MK的时候 什么时候该选择一个二本强推 什么时候该选择一个三本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 你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判断 像我来说的话 如果要选择二本强推 有两个可能 一种就是说 前期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练三是非常的顺 然后呢 对方是急着挑一个科技 我会选择一个二本的一个强推 要么就是说 我二级的 我DK只有二级 但是呢 前面杀对方的一个步兵数量是比较的多 所以说 我那个时候也会选择一个二本强推 这一把的话 鲁斯贝是想尽可能的 速度的把DK练到三 这样的话 还可以选择更多的一个战术的 这边的话 鲁斯贝是造了一个农民 他这一把貌似是不想选择一个二本强推 而是想选择一个阳弓 正面打折 后面然后去丢一个矿 而浪漫这边的话 练了一圈地图 已经到达了四级的一个MK了 小进化 小进化 小裙补一贴 非常的漂亮的 这里的话 浪漫就有很多选择了 四级MK的时候 可以选择去换UD的一个家 也可以去跟UD杠一波正面 但是呢 现在UD的话 只能是打一个消耗 有两个车子在这儿 还是有不少这个优势的 如果你要说 完完全全打一个野外战的话 我觉得UD应该是 会存活的更多一点了 因为一旦有2DC以后 对方MK想打死你的一个蜘蛛 还是非常难的 鲁斯贝这里的话 是选择了一个开矿 但是呢 一旦UD要选择开矿的话 他一定要去进攻 你皮育防守 很容易被忍住 不知不觉给换死了 这里的话 旷根这个大墓地丢好了 第一时间 是吧 我们要打阳弓 就是要装作很厉害 我要摆出一个 二本要推理的一个阵势 而现在的话 浪漫是在旁边 另一个商店 而这一个投射车的话 是慢慢的 把浪漫拉到了一个 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 浪漫估计现在就觉得吧 鲁斯贝是要来一个 二本的一个强推 而不是要选择一个 三板打后期的一个打法 现在的话 尽可能的先练及 这里走过路过 这个加热指环 是非常好用的东西的 这个蜥蜴是承受了一发生 但是皮操肉厚 死了也不心疼 一点感觉都没 看一下浪漫家里情况 浪漫家里是选择了一个 补塔 然后没有升级一个基地 其实现在对于浪漫来说的话 他是要求一个稳的 因为他现在不知道 鲁斯贝是打算要 中期强抓起 还是要打一个 后期的一个打法 其实现在的话 一旦人组遇到这种投资车 第一反正就说 对方是要来一个 二本的一个强推 所以我身边也是 不急着升一个基地 慢慢的 只要守得住了 这边UD就是没有一个后期了 现在的话 人组在这边 贴了一个小药膏 其实这一把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这个商店离主矿 实在是太远了 每次补给 你得绕一个大弯 才能走得过来的 现在的话 鲁斯贝是一边压着 对方的一个主矿 然后一边悄悄摸摸的 一旦风宽完成了的话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在于 人组的一个科技 是非常非常慢的 看到现在是 疲于一个防守的时候 他是不可能去点一个基地的 而且他现在满脑子 估计就想着 对方是要二本来一个扳命的 只要守得住 这一波就行了 一发锤子扎上去 又是一发RDC 这又是为什么 DK到达三级 你才可以选择一个 二本强推的一个打法 如果你这边不是三级DK的话 一页个锤子 基本上你这个支柱就死了 然后这里是属于瞌睡碰的枕头 好不容易生一个埋地 人家又有一个什么 眼睛的 其实很多朋友就来问 这一个UD打这个 那个顶顿Foot们的话 用什么打最好 其实最早的时候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打 然后后来我记得 我有一次跟玉米打比赛的时候 当时我是双BH爆投射这么打 然后是一个二本强推 然后玉米那边是十几个Foot们 然后突然下我发现 是吧 你这边有五个投射的时候 你们把也Foot们顶顶顶 他那个移速减慢了 你的投射车一轮骑射 直接能把那个步兵给炸开花 看下几个情况 现在鲁士们的话是很机智啊 双框开着 三本伸着 然后前方压着 现在对人主来说 真的是非常尴尬 在这样防守的情况下的话 人主是没有办法去拿一个侦查的 这里一个投射车 其实变相的就把这个浪漫 带入一个误区了 好双框在手的一个鲁士芬的话 现在可以财大其输的 三本好了 慢慢的给对方来一波Rash 而这边的话 浪漫还是没有升级一个基地 他现在估计还是想着 对方第二波的一个 凶悍的一个压制 应该是要快来到来了 这里的话 步兵也是到处去看一下 因为他现在觉得有点不对啊 因为鲁士芬他现在没有选择 那种很强硬的二本Rash 而是选择一个两个投射车 然后又出了一群车子 像这种打法呢 就属于一个是吧 阳攻以后变相的转移波毁灭 因为打这一个二本强Rash的时候 人族家里是不会造太多的一个塔的 如果造太多的一个塔 你会发现塔是要被投射车给慢慢的耗死的 但是呢 如果你塔造多了的话 造少了的话 牛是特别怕对方来一个三本的一个毁灭抓起 说现在的话 浪费有点急啊 他突然发现人家没有二本抓起了 而选择了一个出第三个车子 这样的话就属于战术上的一个分歧了 这里的话 MK直接走过来 骂呀 你为什么有一个矿 心里肯定是一万只草尼马 狂奔而过 现在的话 你这个MK遇上带球的一个力气 这边肯定是点刚不住了 虽然说你有大雪瓶 但是这边的一个掉雪的情况是发的快了 现在MK是准备强行钢一波 这一个DK加力气 一发NC连接漂亮 这浪漫是没有算到 NC连接能打那么爆炸的一个伤害 因为二级的一个诺瓦 配合二级的一个C的话 差不多打400的一个雪 而刚才浪漫 他一共的一个雪量就400多一点 所以夜轮骑射一个NC连接 直接还有一个大雪的MK 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升天了 买出来一个MK以后 直接吃掉一个薰补 但是没有什么用啊 对方Lucifer这一波是可以飘毁灭了 毁灭直接飘起来 看一下加里一个塔 加里一个塔其实素材是非常满的少的 到现在为止只有三个尖塔一个圣塔 而这两个塔估计是已经招不好了 一旦UD三本带球飘毁灭的话 人主这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 可以打一个正面的 你要硬说火枪可以打到毁灭的话 我只能说是在下输了 接下来的话 Lucifer这一波是非常的凶的 直接压到浪漫的一个家门口 然后呢浪漫现在的话也只能选择被迫的拿一个患家 因为你打正面肯定有点不合适啊 人家三级的一个力气 三级的DK 你想打死UD的边就属于拿命去杀 杀一个边 你这边的一个部队叫死伤 非常的惨重的 现在浪漫的话 所有的一个农民也是在修着这个塔 但塔也是要慢慢的被磨掉了 前线的话 浪漫是选择了一波患家 直接Lucifer选择了一个TP 因为现在对于人猪来说的话 掉了第一波塔的时候 第二波塔的一个时间是非常的 再难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塔了 所以现在对于浪漫来说的话 就只能是被迫的不停的换一个家 但换家换双框的UD 你搞笑了你的 双框的UD这个是根本不怕你换的呀 而现在的话浪漫那个Lucifer可以在家里继续补一个塔 一旦有三到四个塔的时候 认对方除了坦克以外的东西来换家 根本可以不用理的 现在的话浪漫MK是快到一个五级 但就算现在到五级出一个炫法师 你一般来说那个虚无加剃度 消耗一个当框的UD的 一旦这个UD有双框的话 才大齐出 才完全不管你用什么消耗他呢 现在的话Lucifer又是直接压过来 浪漫这里是有点尴尬呀 塔有点照不起来了 其实别看里面有那么多塔 现在UD就是限制人族的风矿的话 有非常多的一个办法的 一个就是说 把它加周边的卡拆完了以后 你看这一个塔就属于鞭长莫及呀 它没有办法射到正面的一些东西 而现在的话 对于浪漫来说 它的农民不能采矿 意思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单矿在打一个双矿的一个局面的 好 现在MK是带了两个小弟过来拆 不过正面农民的话表示 我有塔 我还虚拟了不成 现在的话 人族这边是力 是吧 比较的单薄啊 就感觉这个MK是换不动 这边的一个家的 而Lucifer的话 是快要把这边的一个二本基地给拆爆了 其实现在对于浪漫来说的话 它的一个部队在二本 只能用一个破法 而破法一般是打对方的一个部队 没撑形 现在Lucifer已经60多的人口了 现在的话 这个二本基地一旦爆了 浪漫就得以说 一本打加三本 想赢根本就是属于不可能了 现在的话给你一个十几MK都是非常难翻盘 而现在的话浪漫也是发现这个换家有点不成的 这里力气还是有一发难的 一发诺瓦直接把这个基地作杯的农民杀了一片又一片 然后浪漫是打出了一个GG 这一把的话Lucifer打的好的地方 就是说他打了那么多年的一个摩斯什么三的一个比赛 然后拥有十年的职业选手的一个经验 然后这就是完全以经验去碾压对方 你想一般一个老选手的话 他一般打的就是一种套路 在前期的时候有一点小优势 中期选择了一个练三 然后是用了很迷惑的 两个投资车开矿 然后升三本的一个打法 直接把浪漫所有的部队都固定在一个风框跟阻框之间 他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想你要二本推我 那么我就要手做了你二本推 那么我就能拿下比赛 只可惜他面对的是一个老江湖呀 江还是老的了 指的就是这 然后这一把的话浪漫输掉了一场比赛以后 就看第二把能不能帮坏了 好今天的一个比赛呢 就给大家解说到这 希望大家喜欢 在节目的同时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个淘宝店 吃货 淘宝点高宝 欢迎同学们光临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拜拜